尋求真相 嚴懲真空 還我黃陽 釋放李華麗 遊行人士出發前 戴上李華麗的面具站立 又用白布固著頸 無以李華麗被自殺一幕 尋求真相 嚴懲真空 還我黃陽 釋放李華麗 他們沿路一直高叫口號 要求中央設查事件 釋放海權人士 釋放海權人士 釋放八九八萬 支聯會主席李卓仁強調 有科學證據支持李華麗是死於他殺 所以我們都會邀請聯合國 特別去調查李華麗的死因 是一個虐打至死 以及調查李華麗 趙寶珠等 是一個被失蹤的個案 我們希望盡快可以提到投訴 申訴 然後希望聯合國盡快採取處理 她又說已經請了澳洲的專家 分析湖南政府公佈的死因調查報告 希望可以推翻調查結果 而支聯會亦會請示相關聯合國委員會 調查李華麗死因和李華麗夫婦被失蹤一事 香港蜂民電視記者 玉穩營報導